水 水 水 然後我就 有一個 Apartment tour 鏡子的左邊轉進來就是我的臥室 韓式的小菜 嗨大家現在是禮拜五的下午 然後我剛下班我準備要去 我要去好多地方 我要先去郵局拿一個包裹 然後要去三間不同超市買東西 我通常很喜歡就是禮拜五的下午下班的時候去跑很多店 就是我覺得開車很紓壓 所以我蠻喜歡就是 一直這樣晃啊繞啊然後就是去買東西啊就是跑店這樣 然後等一下我拿我的手機 這是我郵局的那個領的條子 好 那我差不多要出花了 等一下不知道有沒有時間錄影 我等一下想要回家跟你們分享我超市買什麼東西 我平常 在看別人的YouTube影片的時候 最喜歡看他們分享去超市 就買了一些什麼好貨這樣 ok 好 那我出發囉 掰掰 嚇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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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我回家了 這邊是我剛買的東西 我想說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呢是這個辣椒 這個辣椒就是我 這真的非常非常辣 就只要加一點點就很有辣味 我突然很想念它 所以買一罐新的 然後 辣味鮮 義美蛋捲超好吃 然後 因為我剛剛是去H Mart 所以我就買了一些 H Mart的小菜 就是之前vlog裡面有跟大家分享過 很愛買的那幾個 然後 這個是那個媽媽麵 這是那個泰國媽媽麵 我覺得那個很好吃 然後味噌 然後買了一個油豆腐 因為我們禮拜天 要跟朋友一起煮火鍋 所以我們這邊就買了一些油豆腐啊 一些豆包 豆腐 我要用這個來自己做那個 凍豆腐 因為我沒有買到凍豆腐 然後蒟蒻絲 然後這個不知道什麼東西 我看有一個人拿 我就跟著他後面 拿了一個好像是那種 沾一下 可能就會很快就是 像火鍋料那類的東西 我想要試試看 然後這邊還買了一罐黑麻油 因為 我明天想要來做麻油雞 然後買了一個黑麻油 這個是 火雞的絞肉 我會用這個來幫 Elu跟Nana準備他們的晚餐 然後這邊還買了一個高湯 是我自己要喝的高湯 然後一個糖果 杏鮑菇 Trader Joe's買的餅乾 這看起來太好吃了 大家知道我很喜歡他的那個 等我一下 大家知道我很喜歡他的這個 Everything but the bagels的這個 這個粉 然後這個是他的那個chips 然後牛奶 我還買了一個這個新的粉 Everything but the leftovers 好像很好用 然後菇 然後雞 大雞腿 然後這是Elu跟Nana的零食 我去Crader Joe's很喜歡買這個wrap 然後蔥 然後買兩罐新的酪梨的油 我大部分的油都是用就是酪梨油 然後還買了一個紅茶 完成 我真的太喜歡買菜回家 然後把它這樣擺一排 現在是晚餐時間 然後我最近晚上很喜歡做那個 蔥 蔥油醬 欸 看不到蔥油醬 然後我剛剛已經先把 蔥白跟蔥綠切好 然後我現在要來用小火就是熬 就是做那個蔥油醬 蔥油醬真的很方便 像我那天有發Story 有給你們看我吃蔥油拌麵 然後我今天想吃蔥油拌飯 所以我現在在煮飯 然後我現在來做蔥油醬 然後我先放那個蔥白的部分 醬汁的話 先拿糖 先拿糖 兩匙糖 醬油 這個醬就是做完之後就可以把它存起來 就是你平時放在冰箱裡 想要吃什麼東西的時候都可以加上去 好重喔 哇喔 今天這蛋好漂亮喔 你看下面會這樣脆脆的 但是上面會很軟嫩 超快速晚餐完成 這是剛剛做的蔥油醬 青菜 兩個荷包蛋 然後還有我剛剛在韓朝買的小菜 就是花生 還有那個蝦 米 蝦仁米 我不知道 飯 哇這個 等一下把這個拌進去飯裡 一定會超香 我現在就要來拌 哇好香喔 好香喔 超級香 還加個蝦米 哇 哇這看起來好好吃喔 哇 哇 蔥油拌飯真的是 嗯 哈囉大家早安 現在是早上的 10點 37分 現在差不多要來剪影片了 我應該可以在 日到五個小時左右完成 所以時間應該夠 OK 那我們先來做咖啡 如果你想要你的拿鐵 會有那種髒髒 就是那種混濁 那種很好看的 那種漸層效果的話 就是你就是找那個冰塊本人 就是你倒牛奶的時候 就是一直倒在某一顆冰塊上 這樣的話 你的那個拿鐵 就不會很快混合在一起 然後它就會 長得很漸層 有嗎 看 看 看起來就很好喝 這裡 這樣 你就是一直找一個冰塊 然後一直對著那個冰塊倒牛奶 就不要直接倒在那個飲料上 小秘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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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所有的 就是我所有的片段 都看過一次 而且現在的影片 它其實我總共有45分鐘 所以我等一下還要想辦法 把它們 就是加字卡 然後把一些比較 融場的片段 就是稍微 剪一下這樣 我現在要來做午餐 我好餓喔 天哪 今天午餐呢 我想要做的是 我大概上週的時候做過一次 然後我覺得 就很好喝的一個 那種番茄 番茄蔬菜湯 然後我是泡飯一起吃的 然後就覺得莫名的很 那種日式的味道 基本上家裡 都會有這些食材 我應該就是用番茄 跟一點隨便的菇類 我可能用金針菇 然後 蛋 跟我可能會泡一點那種海帶絲 就這樣 就是超級好喝 我先把蔥白 還有金針菇丟進去 然後等它差不多煮滾之後 我會加這個 那種日式的那個 煎魚粉 一匙 一匙半 左右 然後 這是我剛剛熱的一點飯 我覺得很重要的是要加這個 就是那種 三島香鬆的那種粉 那種海苔的粉 就是加上去之後就會 真的是很有那種日式 湯泡飯那種的味道 煮這個湯大概 十、十五分鐘而已 所以真的是 超級快速 好 多加一點 那種 我那時候煮這個湯是因為我要清冰香剩下的菇類跟番茄 然後後來覺得這樣吃 就在冬天吃真的很好吃 然後撒那個香鬆 如果你們家有剩下的洋蔥 或是剩下的各種菇類 或甚至一點點那種白菜 一起煮都會很好吃 就湯底就會很鹹 來囉 小妝沒聽到喔 娜娜 你要吃喔 娜娜 娜娜過來 嗨娜娜 我現在影片的進度呢 大概是在看第二次 我把第二次再看完之後 就要開始剪字卡 現在時間是下午的2點02 分嘴應該來得及 哈囉大家 我終於把影片弄完了 然後現在正在上傳 我現在是6點14分 然後今天晚上我想要做的晚餐是 因為現在真的其實蠻冷 雖然有穿短袖 今天晚上要吃的晚餐是麻油雞 反正那天呢 我跟我媽還有我阿嬤一起講電話 那我阿嬤就說 厚 根本你一定要做那個麻油雞 然後要純酒麻油雞 他說厚厚 很好喝很補身體 講的我都很想喝 阿嬤跟我講的食譜 非常的簡略 他就說喔 米酒 麻油 薑片 雞肉 不行太剪短了 所以我現在要 我先來稍微看一下 喔其實好像就是 我先汆燙一下雞肉 切薑片 把薑 用黑麻油炒一下薑 我昨天買了黑麻油 然後炒一下雞肉 然後倒入米酒 OK 好 我阿嬤還跟我說 要用兩罐 米酒 所以我還特別買了兩罐 我才會有個小時候 我才會喝到 我才會喝到 一口水 也會喝到 我才會喝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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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沒有水 然後開大火把它煮滾 哇好香喔 天啊 給你點菜 你想要飯還是麵線 我來煮麻油雞 你知道剛剛有多可憐嗎 就是純酒麻油雞 沒有沒有 然後我就把蓋子 就是要打開 因為網路上是說你先蓋蓋子讓它大火 然後再開蓋讓它 就是蒸 然後我就把蓋子打開之後 應該是我旁邊的那個 可能是我旁邊的那個酒就滴到下面火 然後火了喔 然後我就尖叫 然後麻油幫我再把它蓋起來 然後就好了 然後 因為我就想 我是在那邊悠哉的走過去想說 我來看一下大火了沒 然後就 你記得我們上次去吃那個韻燉跟湯 它不是燙了一個涼涼的冰冰的高麗菜 放在旁邊烤 嗯 所以我打算先汆燙一下 讓它在旁邊變涼 然後就可以配那個麻油雞 其實 Sounds good 我是會在裡面喝啦 你也知道我雞湯就是喜歡喝很燙的啊 所以跟你在那邊 好啊 你看我現在 我現在在煮什麼 我現在在煮麻油雞 所以我很開心我一直在煮菜 好我回去的時候煮給你吃 給你補一下 煮鍋 嘿 煮鍋空氣 煮空氣 你們要吃這個嗎 誰要這個 Stay Stay Out No 後退 後退 Down Stay喔 Stay喔 Stay 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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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Stay喔 OK 喔 娜娜很會 這個以前他們很喜歡 是Trader juice的零食 然後他們已經很久沒有吃到這個 對不對 晚餐完成 晚餐完成 這是麻油雞 然後剛燙的高麗菜 然後這邊是我那天買的一些小菜跟白飯 吃飯 吃飯 一吃肉 好誇張 喝 嗯 哇 嗯 好 在身上 好 在身上 他真的要10秒 他好會打架喔 他好會撐喔 真的蠻醇 米糕 現在是晚上時間然後我們要來看影集 我要來開這個餅乾 好期待這個餅乾喔 喝我的愛茶 我的愛茶 日月潭紅茶 台茶18號 再吃 它有一個cheese的味道 可能沒辦法吃很多的那種 有點重鹹 可是還蠻好吃的 應該蠻鹹的 我們最近還蠻認真在看影集 那天我們看了那個Made 就是那個 女佣 女佣的那一部 也是在Netflix的前幾名 我覺得Made蠻好看的 最近我看了還蠻多劇 如果大家有什麼其他好看劇可以再推薦我 我們最近就是 對 東看西看看的還蠻多的 我們今天要看的是下面這個 Designated Survivor 還蠻好看的 媽媽哭 嘿嘿嘿 這是我的 拿開 這是我的 今天天氣超級好 大太陽的 還沒有想好今天要做什麼事情 但就是 應該先以打掃為主 然後今天晚上朋友要來我們家吃火鍋 大概有可能十個人 所以我可能下午 可能四點多 我可能先開始先洗個菜 切個菜 切個豆腐之類的 還蠻好的 感覺今天是沒有什麼事情的行程 可以好好的休息 打掃 然後 準備禮拜一 這件事 早就好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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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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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首先呢我现在在大门这边 这边是大门 所以走进来之后 你们就会看到的是我们的很乱的鞋柜 还有就是一些 消毒啦 钱包之类的东西 这里像我的钱包 我们一些小的钱耳机 就是出门要抓走的东西 像一些消毒的东西 然后呢往左边看呢 是一个储藏室 我偷看一下是不是很乱 其实蛮乱的 你们应该可以看到 这边就是之前分享过的那个鞋架 这在那个container store买的 我会再把链接放在下面资讯栏 如果我找得到的话 那里面放了很多一些清洁的用品 然后跟一些比较常穿的 出门的一些外套都放在这边 其实蛮大 但是很乱所以我就 不给大家看太多 接下来往前走 往左边走到这边 会有一个厕所 跟这边还有一个房间 然后其实我去年在 今年刚搬进来的时候 我其实发过了一个 Empty Apartment Tour 就在搬进来之前 所以如果大家看到 比较清楚 还没有放家具的时候的样子 可以参考那个影片 好我们现在看厕所 这个厕所它是客屋 诶客厕 就是 第二个房间 因为我们是2B嘛 所以就是第二个房间的厕所 里面的话 就是很基础的 洗手台 厕所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 浴缸的部分 然后我们会在这个房间的浴缸 泡澡 所以我们有一些这种 木头的东西 就是可以放上面 可以放i-band啊 然后沐浴乳啊 跟一些 泡澡的东西 整体我还蛮喜欢它的厕所 因为它厕所真的是 算是还蛮大的 所以 有时候要洗狗啊 或是我们自己泡澡 或是要洗什么东西 其实都很方便 好 然后从厕所出来 往前走的话呢 这就是一个 书房 基本上呢 我们把这个书房 也有点像是 当做储藏室的概念 就是放了很多之前 在前一个apartment里面 我们会放的一些 就是家里的一些 杂七杂八的东西 像是很多电线啊 然后娃娃 然后 娜娜的娃娃 然后 还有很多一些 比较重要的文件 或是一些书 可能都会摆在这边 然后 这边呢 还放了这个是我 之前我朋友 结婚的时候 我结婚的时候 我朋友送我的一个按摩椅 所以有时候很累 所以就会跑来这边按一下 它是那种 有这个遥控器给你们看一下 它是这种 会真的按摩的这种按摩椅 就全身的 所以你靠在上面做就很舒服 书桌的部分 给大家简略看一下 因为这里不是我的书桌 之前很多人问的 那个 键盘 是这个牌子的 然后平常上半日的时候 二肥都会在这个moon pot 这是之前的那个moon pot 只是我们上面盖了一个毯子 但之前二肥都会在 这个moon pot上 就是躺着 然后晒太阳 然后就是 享受这个宁静 然后跟我们一起上班 这样 然后现在我们继续往里面走 里面就是我最喜欢的客厅 我那时候会选这个apartment 有蛮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觉得 它的客厅跟厨房的空间 就是很棒 然后 厨房 就是还蛮中规中矩 就是大部分有的上什么微波炉啊 然后烤箱 然后冰箱都有 我这边放了一个大桶电锅 然后这边就是一些很正常 中规中矩 像上一个apartment我也都有放的东西 像这个洗碗架也都在这边 然后我把咖啡机放在这边 它就是一个 嗯 在我上上一个apartment 比较常用 在上个apartment 不太常用都放在储藏间的是 这个架子 就是我把上面拿来装咖啡机 然后下面呢 第二层是装一些狗的食物 像我们给狗吃饭什么 像什么烧子啊 大部分都放在这边 然后这边也是狗的食物 然后这边就是放一些我自己的 朋友送的 或是我自己买的一些酒 我自己很喜欢中岛的地方 因为我觉得这个中岛是真的很宽 嗯 然后它下面有很多个就是收纳的地方 因为我自己是需要非常非常多收纳空间 所以这个中岛就是 它不是单纯的中岛 它还可以放东西 我就觉得很方便 不过中岛有一些缺点就是 嗯 有时候你会忍不住 上面开始堆很多东西 所以像我就会 可能偶尔周末就要定期把东西就是收回去这样 然后这边就是会放一些水果 最近 最近柿子超级好吃 你看我是柿子富翁 我有超多柿子 可是我那天 这个好像还没收 我那天吃了一颗 就是超级色 超可怕的那个味道 所以我还在等它熟 然后上面这几个是比较小的 那种脆柿子 脆柿子 很好吃 然后这边放一些已经开过的饼干 就是想吃的话就可以在这边拿 这样 从厨房慢慢往右边转过来的话 就是我的电视区 还有旁边的 欸嚕跟娜娜的耍废区 基本上 就是下午的时候 阳光都会在这边洒下来 然后他们俩就会躺在这边晒太阳 然后 或是玩娃娃 然后 嗯 或是在这边看我煮饭 因为他们看过去就是厨房的样子 沙发的话呢 就是之前同一个沙发 我本来有考虑要买新的沙发 可是 喜欢的沙发就是真的都蛮贵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可以用 然后又怕狗狗再去抓沙发 所以目前就还是用 之前同一个apartment用的沙发这样 然后沙发区往那边走 嗯 这个书桌就是你们常看到Vlog里 我的书桌 然后 我看到二肥 嗨 娜娜 他们在晒太阳 欸嘟 这个就是我的书桌区 然后 旁边那边堆了很多一些我正在看的小说 或是刚看完的一些小说 就这边变成我的小小置物架这样 然后 然后转过来就是我的荧幕 还有我的电脑 跟一些笔筒 就是很标准的一个书桌的设置 然后书桌 嗯 跟之前apartment用的书桌都是一模一样的书桌 就我都没有在买新的 给大家看一下阳台的部分 阳台的部分稍微比较小一点 所以我们都还没有办法 嗯 放我们之前的这个 大的这个阳台椅 因为 欸卢娜娜他们的这个 嗯 晒太阳的垫子其实还蛮大的 所以目前 这边最主要的功用就是让二妃 在这边晒太阳 然后享受一下他们的阳光这样 然后书桌的旁边这边呢 就是 嗯 洗衣服跟烘衣服的地方 正在烘衣服 洗衣机 然后这是烘衣机 然后在洗衣间这个旁边呢 我放了一个镜子 就之前上一个apartment就有的镜子 哈啰大家 然后 因为他这边其实有一个小小的小空间 就是 他是这样子 凹进去的感觉 所以如果不放镜子 其实我也没想到可以放什么东西 所以我就把我的镜子塞在这边 然后刚好也塞得刚刚好 也可以拍照什么的 所以就 觉得还不错 然后镜子的左边转进来 就是我的卧室 然后这个卧室还不错 就是采光 还蛮好的 就是 平常 白天的时候 其实都会觉得房间的阳光非常的足够 大概是这样子 我今天还特别责备 这边就是有放一些我的那些头发产品 然后 我一些身体乳啊之类的东西 然后 我们前阵子在 今年 就是去年冬天 就是早一点的那个冬天的时候 我们买了这个加湿器 真的很好用 因为我们就是 都觉得睡觉会觉得口干舌燥 然后 嗯 皮肤都有屑屑的感觉 我们后来睡觉会开这个 就真的觉得 还蛮有帮助的 叮叮 而且这个 毯子有一个小故事 就是其实本来这是 我妈跟我说 还是家里多的一个 很厚的毯子 它这么厚 然后我妈就说 她不要了 然后看我要不要带来美国 然后 怎么处理这样 然后我就说好 然后就有一次回美国的时候 我就把它扛回美国 就后来我们还蛮喜欢用的 就是它厚度很适合在一般的这种 春夏的被子上面再叠加 相对于天气比较冷 就是我们大概都会盖两层 就刚刚好这样 耶 从卧室这边转进来 旁边就是我们的厕所 哈啰大家 然后厕所部分呢 它这边就是 呃 两个那个 吸收槽 然后所以我们就是会分 我自己是这个 所以我这边就有很多我自己用的保养品 然后什么 漱口碎啊之类的 然后 这边就是我们一起共用的东西 然后这个是另外一半的洗手槽的部分 这边也是有蛮多柜子 所以我也还蛮喜欢 就是你可以真的收很多东西 我的化妆品大部分都收在这里 很满 然后再来往右边转呢 这边就是我们的淋浴间 然后淋浴间其实还蛮大 我觉得它空间做得蛮好 就是2B2B的话它是 刚刚你们看的那间厕所 就是浴缸 然后这间就会是淋浴间的部分 再来最里面这边呢 是我们的 呃更衣室 更衣室真的非常乱 所以我必须后退一点给你们看 就是我们自己的衣服平常都收在里面 这样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 很普通的一个更衣室 ok 以上就是我家很简略很简略很简略的 那个room tour apartment tour 基本上其实真的家具都跟之前用的一样 所以 没有什么很新的东西可以分享 但基本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家东西都 大概怎么放的 现在是我的放松时间 然后等一下大概可能4点的时候 我要来切一下那些被料 什么火锅料啊 蔬菜洗一洗 然后把一些 我想要来 那我可能 好我三点半 我想要先来腌一个腌黄瓜 所以我可能三点半先腌 这样可能晚上吃饭的时候时间差不多 刷备 现在是我的放松时间 所以我就来看看YouTube 看看影集 吃个零食 我要吃那个 等我一下 我个人觉得呢蛋卷王 就是义美 我之前吃过别的蛋卷 就是也是 好像也是一个蛮大的牌子 我忘记是哪一个牌子了 但是 就真的没有义美的好吃 义美的就是真的最 我觉得最香 它的那个蛋味 我自己最喜欢 怎么这有四个 嗯 那我现在来看影集 好晃啊 现在是下午的3点47分 然后我现在要来做那个腌的小黄瓜 然后今天想要做韩式的腌的小黄瓜 跟之前做比較不一样 所以我就参考了YouTube上的这个食谱 等一下顺便来切个水梨 等一下大家可以一起吃 这样应该差不多 这样应该差不多 把它封住了 对 谁啊 Good girl Sit Sit Stay on Good girl 好 我现在要来开始备料 就是我有很多蔬菜 然后 大部分是菇类 因为有很多其他菜是在我朋友家 所以我应该只要负责切一些菇类 菇类 然后 嗯 现在呢 蒟肉的话 稍微把它洗一下 然后应该等一下就可以直接吃 我现在小黄瓜已经脱水完毕了 然后 嗯 我现在要来拌那个料 然后因为我小黄瓜做蛮多的 所以我想要做两个不同的口味 我要做一个是韩式 一个是比较中式的口味 这种就是一格一格的蒜头 所以就很方便 你就 这样 把它往下 把它往下 把它往下推 好了 芝麻 好 红辣椒 麻油 然后一匙 那个味淋 我有时候觉得 我有这么多 调味料 很厉害 OK 嗯 这样完成 这个是韩式的小菜 这个是比较中式的那种 酸甜酸甜的小黄瓜 我现在要来弄一些 大家平常吃的时候会沾的一些料 我这边先切了一些辣椒 因为这个真的很辣 所以我没有弄很多 因为我感觉不会有太多人吃 然后这边有一些葱 我直接用剪刀把它剪到这儿 我的晚餐准备 备菜完成 现在差不多五点半 然后等一下差不多六点半左右 有朋友会来我家吃火锅 给你们介绍一下 我这边设置一个小小的酱料区 这边有葱 辣椒 蒜头 然后芝麻 酱油跟麻油 然后这边我刚做的那两个小泡菜 好像就可以给大家解腻 在这边呢 就是一些火锅料 这边有 高丽菜 蒟蒻 蒟蒻 油豆腐 白萝卜 杏鲑菇 很多菇 然后还有那天买的这个什么 香 零零卷 然后冰箱还有豆包 然后肉都在其他朋友家 晚一点我在拍照给你们看 准备完成 拜拜 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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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